當然第一個這個來這裡 我們要照著我們既定的計畫 大家看到說鄉親們都非常非常的熱情 所以我們來這裡要回應大家的熱情 謝謝大家的支持 那第二個蔣委員他昨天所講還是一樣 大概選情上面他覺得有壓力 所以想要這樣做一個動作 是不是對整個選情有影響 那有待後續的觀察 其實在選舉的時候 大家知道在選舉後續人是跟大家拜託 也是應該是相對最謙卑的時候 那如果沒有權力都一直會作亂的話 那有權力以後就更會亂來 這也是我們所擔憂的地方 我想他當然有他的崇拜的 好好覺得可以尊敬 那選舉院長是長期大家覺得說 非常市任的一位行政院院長 他對他有崇拜這不足為期 那當然也有搶身來選票的一位 我想這個事情對我們進總來講 我們是一點接觸 我一點了解 什麼都沒有 硬要做這樣的一個連結 我還是覺得大可不必 可以休餘 應該可以停了 那這樣講他要舉個實力出來 確實我們在這段時間 我們盡量都維持相對的低調 希望能把選風帶引到一個 比較正確的一個角度 部長你現在來市場是感受到最爭執的嗎 你如果等小夜市 或是有所謂的 有所謂的有所謂的政策 那現在給我們聽到說 您在反感露使餐廳 或者是有自己的感恩 有所謂的 如果你昨天有去我們的夜市 你可以比較說 嗆聲的人跟支持的那個比例 那個情況 那是一個非常真實的名譽 今天預計的時間連一半少了一半 大概就已經完全沒有辦法 所以就先回來 改天我們還有再去另外一半 也去回應那邊非常熱情的名譽 那今天這市場也是一樣 大家到底也看得到 就是說那到底真實的名譽 是怎麼樣展現的 就是那幾個人 那當然有相關的議題 我們將來也會注意 好像是在相關的一個委員的話 會造成範圍太大 然後造成一般那邊的住民的不變 我們想說不要妨害到一般的住民 所以我們就暫時先取消 他吃那個位置 他本來那個功能就不髒嘛 所以吃了以後大概也沒什麼影響 對立法院看起來也沒影響 所以說最近被日的側翼給害到 你知道的感覺嗎 沒有誰害到誰 每一個成年人自己做事自己是誰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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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啦 那大家有人喜歡這樣連連看 大家就不要隨機起舞 我想說也可以差不多可以平了 但是我想かな分別umo 我是說我可以經過一架